不论是描绘乡土人物的褪色的婚纱 还是光影变化的四季美景 以及早期农村生活样貌的清元宵 作品都有独具风格 让许多民众重拾童年记忆 看见古早家乡之美 成立于1964年的嘉义县美术协会 这次会员连展总共展出54幅作品 包括油画、水彩、水墨和沙纸画等 作品结合自然景观和风土民情 题材丰富多元 这张作品是我老家梅山农远村 他正对面瑞峰村的景观 画的就是这种夏天 寿命非常多的 又很有生命的感觉 这张叫做丰收 我画的作品大概可以呈现 农民辛苦的一面 还有喜悦的一面 小时候农村的一种记忆 现在要慢慢的用画作把它呈现出来 曾宏国理事长指出 希望透过每年定期举办连展 鼓励会员自我设定学习目标 让会员互相交流切磋 也提供民众多元的艺术饗宴 新长亚太电视 罗金星 方亚贤 台湾嘉义采访报道 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